南区农民提出了每一起做收割完后 有条件的开放焚烧稻草的诉求 现议会农政小组总组黄灵兰 在接获在地村里长的陈情反应后 今天下午是邀请了农业处环保军省首长 来召开专案会议 听取农民的心声 而对于有条件或者是病害焚烧的建议 县政府农业处和环保局势碍于现行法规 而至碍难行 专案小组最后是决议要求 县政府农业处在两周内 向中央协调争取尽速解决 究竟会不会再重新开放农民 焚烧稻草 现议会农政小组总组黄灵兰 在接获农民陈情反应后 邀请农业处环保署等相关单位 召开专案会议 现场与农民对话 那中央环保署团队部这边的火点卫星就马上 是我们了 那我们到我们闯发远 到物体地理已经稍微 这个是现况 那我们现况 我们处分的从来没有发过农民 只有发过和平国力发现 4亿7千万 大力的变成 这么大力的建议或是我们地方政府中央社会 这边跟中央社会非常好的一个政权力量 尤其是这样 其实地方政府都必须受到中央改变的一个限制下 大家提到说我们的环保局这边有一些空气体质的标准 不论是环保局还是县政府农业处 对于开放农民烦稻草的诉求都碍于现行法令的规定 致爱难行 但在另外一方面 禁令的同时农政单位也提供相关替代补助措施 与农民共同防治守护接近的空气 你跟我们的环保局变成 那你还有其他那个 对吗 你跟我们的同时农民有没有 对吗 对吗 我们是农民的同时农民的同时农民 我们是在头 这些我们从北到南到户里有吗 有开过了 环保局有开过灯啊 我们一年之后是没有那个过年 编炮一天的那个它白亮 那个烧出的一天是白一天是诡气的 那个不是那个化石物 你是烧出的一天一天的 所以说那好处理 外出还要多了 所以说那个公共门都在头上 只让它平衡一场 面对农民的新生与困境 县衣会农政小组认为在法规之外 要求县政府能够有更积极的作为 对农民所提出 有条件开放焚双的诉求建议 中招黄玲兰则要求县政府在两周内 向中央协调争取尽速解决 我们农民他们就是诉求 就是每年的第一期到做 六月收割之后 他们要求就是在六月七月开放 也不用申请 就是我们七一姓南区的玉里镇 跟副理箱可以开放 主要道路排九线退缩100米之后 燃烧稻草 铁路两旁不可以燃烧 那么农民也不用申请 如何兼顾土地空气水环境 与农业的生产 是否能从对立走到同行 值得大家再努力 记者是玉兰玉里镇采访报导